大專院校詢問 請他們了解 所以大概有多一個了解的狀況 所以有一個 基本上坑應該給我公布嘛 只是說有到過那個地方 所以現在都在自主健康管理 那現在衛生局這邊有進一步的一些什麼消毒作業 我們該做的事情 因為他們不是確診 所以目前問題就是自主健康管理 但是我們至少知道他要自主健康管理 那右手學校什麼要停課 他們不是確診者 他們是被有接觸的可能性 而且當天還是要強調一下 疫調室跟確診者接觸的 認為有疫調的必要性才會有疫調 那台科大這個事情 當時的黃毅醫師沒有認為說 其他所有在清真室裡面的都是疫調的對象 那當天新聞出來的時候 我說我不知道的確我們沒有被通知到是疫調的對象 也就是說台科大那個是後來新聞我不知道為什麼出來 所以我們才說我們真的不知道 並不是他們是疫調的對象 我必須要特別澄清 所以並不是地方政府該做疫調沒疫調 而是他不是疫調的對象 他是在那個場域裡面 就像你去賣場 也不會全部的人都變成疫調的對象 他一定會匡列幾個接觸者 接觸者我們當然都會做疫調 所以學校要不要停課是學校自主決定 還是市政府會建議 學校的停課與否要看他們自己的觀念 因為都是學校自主 但是目前為止 從中央到地方都不認為他們是跟確診者 接觸需要被狂烈的對象 所以學校可能是基於安全考慮 這個部分我們沒有特別的意見 但是我們會對曾經去過的部分特別的關懷 在這段時間裡面 那個陳嘉昌他自願請求是 這邊是他自己願的嗎 我想這個事情我們剛才講的非常清楚 該負責任該調查的事情要趕快調查清楚 然後局長他當然自己願意負責任 這是一個很好的表現 這是負責任的表現 謝謝